我想首先介紹一下這個景觀療癒的價值跟設計原則 為什麼用這一張 這張是我去看花博的時候 那天下雨 事實上花博其實整個場地都蠻漂亮的 那天下雨就突然有一個感覺就是說 我們現在做好多研究 就好像那個水珠一點一點到處都是 那到底這個療癒景觀或是我們講的原因 其實大家都知道它會很有用 但是我做這些研究 就是要找那個證據科學的證據 然後慢慢累積起來 希望就是說我們累積出來一些更具有說服力的 然後更知道怎麼做才不會錯的這個方法 所以我大概會提一下就是說 我們可能都知道這個景觀 好的景觀都很具有療癒的效果 但是什麼樣子的景觀會更多一點 那什麼樣子的方式帶這個活動 會讓大家更獲得這個療癒的景觀 那以及就是說我們最後會談一下這個設計 環境場域設計 包含休閒農場的構造設計 怎麼樣能夠帶出更好的這個療癒的效果 所以我今天大概談的會是這幾個重點 我想首先這個還是給大家一些背景的這個介紹 就是這個市就衛生組織 我要突顯的就是說其實這個療癒這件事情有多重要 因為市就衛生組織其實它有很多的數字 包含人口的老化 這台灣現在人口老化 蠻嚴重的 然後失憶症這個很嚴重 那這個應該說 抑鬱症或是憂鬱症 那以這個憂鬱症來講 世界衛生組織它的一個資料 它是說2020年就是明年喔 這個憂鬱症事實上是 世界上第二嚴重的疾病 也就是說之前我們對於這種 心理的這種問題不會太重視 大概就是看醫生就是哪邊有痛 然後哪邊這個器官有什麼樣的狀況 才會去找醫生 但是事實上很多的這個心理的問題 在特別是在都市化的這個過程裡面 越來越嚴重 那這個數字更嚇人喔 百分之六十八 百分之六十八的全世界的人口 在2050年的時候 再過三十年 全球百分之六十八 差不多百分之七十人口 全部都住在都市裡面 全部都集中在都市裡面 所以就沒有讓大家 這麼好的這個山水可以看喔 那舉例來講 這個是我辦公室面前的基隆路 我每一天 我每天下班就是看這個 事實上上班下班都看這個 然後我住學校的宿舍 也是在基隆路旁邊 也就是二十四小時都看這個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你每天的晚上就有這樣啊啊啊啊過去 然後那個 我記得我第一次去這個上班 要下班的那天五點鐘 想要把車子開出來 那出來一看 其實這個角度還好 這個不是假日 我記得那天出來看到那個 台北大家都很熟歌曲 那個騎摩托車大安全帽 所以那個車子一開出來之後 比較低嘛 那就看到這個安全帽跟海一樣 那個安全帽是這樣波浪型的這樣 我上面等了差不多二十分鐘 就算了開回去 就是等到差不多七點半之後 這個交通稍微舒緩之後 才把車子開出來 但是大家認為這是哪裡嗎 花蓮 就是花蓮 這個大概去年吧 去年我記得 我帶一個國外的學者 就是來騎腳踏車 然後從花蓮騎到平地森林 外面那個大王大夫 大王大夫 差不多就是這一代 我們從那個 縱骨一直跨那個異常公路 然後到台東 所以沿路上這個不用講 就是大家看到那種漂亮的景觀 所以不用說停一下 就大家就停下來拍照 就一直拍就不想走 所以大家可以比對一下這種心情 這樣子的心情 我長出來還是這樣子的心情 然後就看到那個海 就開始拍照拍照拍照 然後到這樣子的這個心情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個 心情什麼叫做療癒景觀 其實也不太需要介紹 這個你們花蓮就是療癒景觀 來這邊心情就很好 所以合過頭來想一下 就是說在這個都市裡面 這個都市的綠化 事實上是蠻重要的 那有一個這個新聞報導 它就是說 這個國際的一個報導 它就是說 這個行道樹 大家應該把它當作是一個 公共衛生的基礎建設 也就是說 種樹並不只是綠美化 讓你看得很高興而已 而是你看得很高興之後 你對於那種 那個全世界第二大的這個 憂鬱的這個疾病 百分之68的人口集中在都市 難得 其實台北市的綠化 已經算做得不錯了 台灣的綠化 算是做得還不錯的 但是你想像到這個香港 或是其實它這種更擁擠的這個都市 大家想看看 那個心情的那個壓力會有多大 那這些英文都不管它 事實上 我就主要看這張圖跟這張圖 這個是德國的一個研究 我把一些研究 最近的一個研究的趨勢 已經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這個德國的一個研究 它找了341位老年人 就差不多 我也快變成那個年紀的 約60歲以上的 341位老年人 然後去掃腦 它的掃腦 用這個核磁共振掃腦 腦的這個圖 來跟它住家環境 就是說它住家的 它加了那個地址 半進一公里範圍內 它就做地理知識系統的分析 就是說它家住家環境 一公里範圍內 是有樹木的 有這個森林的話 它的這個 我們講說杏仁河 很重要的一個 腦部的一個區域 是比較健康的 所以我記得 它隔一個月 在這個醫學報導裡面 就是說 如果你住在這個森林旁邊的話 你的這個杏仁河 會比較健康 那杏仁河是管理什麼 杏仁河是管理情緒 所以其實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你比較舒緩 心情比較好 這個都跟情緒都有關 這個等一下我們會再談一下 另外一個研究 也不用去管這些數字 但是你看到這個圖的趨勢 那這個研究 它總共蒐集了 在英國的研究 4千多萬筆資料 然後在這個研究的過程裡面 有三十多萬人死掉 三十多萬人死掉 那想看看 就是這麼大的樣本 在五個都市蒐集起來 它發現就是說 如果都市的力量成分比較高的話 因為貧富差距 所造成的死亡率 是比較 差別是比較小的 也就是說 我說當老師 沒什麼收入 沒什麼錢 住到都市率要程度比較高的地方 就跟有錢人的死亡率 差不多 所以大家想看看 一個是腦 一個是死亡率 其實這個都不是說我心情好不好 不是這樣子講講就算了 這是很具體的一個數字 340多顆腦袋 掃出來 分析出來 更大的住家環境 竟然會有相關 這個是一個最近 這前兩年很著名的一個研究 另外一個是 直接就看死亡率 也不用去看你的什麼生活品質 生活形態 全部都不用 就是貧富差距 在這個都市率要程度比較高的這個地方 死亡率的差距是比較小的 我想這些都是很 很最近 蠻具有說服力的這些研究的結果 所以像BBC的這個新聞報道 它就是說 就算是在這個 上班工作的空間裡面 你都要想辦法去綠化 因為上班的空間 還有一些研究是在上學的 教學的空間裡面 小朋友的這個 這個學習 還有上班的工作的效率 都會比較好 所以最近的報導很多 這個已經 我都已經不太好意思在強調 因為我覺得這個 大家都已經接觸了很多 大概過去這20年來 曾經有一個研究 我最近看到 就是說 最近的研究 如果你用注意力 單單用注意力一件事情 等一下我們會講 注意力的一個理論 單單用注意力的一個理論 去找這個 應該說學者資料庫裡面 大概過去這10年來 大概有4000篇 這類的研究 所以要讓大家知道 就是說 這個已經是一個 已經是一個事實 就是大家做了很多的這個研究 那現在重點是說 我們要更多挖進去 就是說 那到底要怎麼樣子來做 我們已經知道了 它很重要 很好 但是要怎麼樣子來做 所以 這個也是另外一個事實 這個在英國 在這個蘇格蘭地區 這個醫生 這應該是前幾個月 這個 世界經濟論壇的這個報導 前幾個月 在英國 蘇格蘭地區的醫生 他可以開 處方圈 所以說你到 生理裡面布袋去走一走 去走個五遍 那這個之前在德國也有 甚至已經納入健保 也就是說 這個在這麼多的研究結果之後 那我記得在美國加拿大 都有這樣的案例 就是說那醫生 你認為要治你的病 他開的處方圈就是說 你到這個Nature 到自然環境裡面去走一走 所以這個在蘇格蘭地區 已經是一個 就是一個正式的醫療的行為 那所以我們會想看看 這個是台大的美鳳 就是我們美鳳 我一直覺得 這是一個很棒的地方 就是到這個地方去 如果大家有去過 這個地方我覺得 是一個很標準的 我滿理想的這種農場的形式 它包含這個原山 包含那個樹林的景觀 包含天空的這個雲 我覺得這個都是很療癒的效果 那包含這個美鳳所拍的一些照片 大家可以看到 包含果樹 包含蔬菜 包含甚至路邊的這個花卉 我覺得都很有具有這個療癒的這個效果 所以其實我之前在這邊 這個擔任這個職務的時候 那個過年要留守的時候 我就會自願說我來留守 因為過年沒有人 一家人在這邊多快樂 所以這個 是一個很棒的這個經驗 所以 這邊我要強調的就是說 這個Henry Thoreau 這個很有名的一個文學家 他 在這個 他有一本書叫做 《湖冰傘記》 然後他就是在這個 Wadden Lake旁邊 蓋了一個小木屋 那Henry Thoreau 他就強調就是說 人如果沒有跟自然接觸的話 就不是一個完整的人 所以最近有一本書 我記得也是得獎的 有一本書 在講那個小朋友 他叫做大自然缺失症 就現在的小朋友都缺乏跟大自然的接觸 所以導致很多相關的這個疾病 或是有一些這個缺失 所以他講了一句話我覺得很棒 就是說 他說Nature跟這個Health 有點像是一體兩面 所以自然跟這個健康 本來就是一體兩面 所以要接觸自然才能夠獲得健康 這個地方現在已經變成一個國家公園 把它保護下來 所以還是回到這個梅峰 我覺得梅峰的例子很多 就是說 我們講說自然為什麼那麼好 它到底有什麼樣子的效用 那自然其實 我覺得要提的第一個就是 自然它是一個 可以讓你分心的環境 那我們都講說分心不好 像上課 現在大家分心 其實我覺得上課分心也不見得不好 上課你聽得很累的時候 一般我都跟學生講說 大家上課注意力差不多只有15分鐘 所以15分鐘之後就開始恍生 就開始想到想 那有時候想一想也不錯 想一想回來之後精神就特別好 心情也很好 所以大自然裡面有什麼讓你分心 花的色彩很漂亮 你就不要再吸引過去 最近這個快到年底了 很多的那個綠肥作物 開始出來 很多花海 花海就變成平常看起來這個不怎麼樣 現在都變成很多遊客 就在那邊 我昨天經過關都那邊 很多遊客就停下來拍照 就是花海 大家自動停下來 所以自動停下來 原本要騎腳踏車 看到花海自動停下來分心 就是做某一件事分心 但是 聞到香味 看到花的色彩 分心 但是想看看 如果他一直有個很心煩的事情 一直在鑽牛腳尖跳不出來 分心 也很好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那個經驗 就是有時候 心情很 很不好 很多心煩的事情 然後我走出去 看到這個很漂亮的景觀 像我騎腳踏車 到這個和平公園一看 就 探口氣 就是 或是有時候 大家會不會 如果大吼大叫 叫一下之後 心情就變好了 所以 這個自然的環境 最近 台灣卵書也開始要變顏色 變紅了 所以 就是 已經過了 這邊已經過了 在台北慢慢慢慢的 開始在 這個變紅 然後有些季節 像下雪 特殊的 特殊的景觀 或是日出日落 我常常在講說這個注意力 這個 當老師就要很賣力的 一直在那邊 這個 傳輸我們的一些想法 在講這個觀念 對不對 那 如果這個時候突然有一隻 老鼠跑過去 大家會看老鼠還是看我 老鼠 所以你很賣力沒有用 那老鼠跑過去 為什麼 快速移動的 跟那個 就是 不是平常常見的景觀 都會把你的吸引力吸引過去 所以這個 雖然有一次演講 突然有個學院說 會看老師 你真厲害 完全不會分心 這個 應該要說心地善良 那 事實上這個是平哥道的一個景觀 我記得有一次到平哥道去辦煙桃會 早上起床還沒吃早餐 大家先衝到這個地方去拍 這種日出的景觀 很漂亮啊 所以自然景觀裡面很多 這個大稻城 和平公園大大城的夕陽 昨天也是一樣 如果大家今天早上早起 大家是不是有看到很漂亮的月亮 昨天晚上 對 昨天晚上 甚至到今天早上的月亮都還很 又亮又圓 對 這個 有沒有被他吸引過去 因為我今天早上 這個四點多 差不多四點多起床 那個看一下是趕快抓著手機 就到頂樓去拍照 對 就很漂亮吧 對 早上是一邊日出一邊 這個月亮 所以這種景觀這個不用講 也不用大家告訴你說趕快去看夕陽 一看到這個手機就拿出來就趕快拍了 那本來在騎車在走路 我們馬上就停下來就拍 所以這個就是自然的魅力性 自然就把你吸引過去 這個也一次去 NO會開完會出來 再過那個環圍快速到達 一看到這個就停下來 所以 風 風是大家平常比較少感知到的 我蠻喜歡防風針的 所以 風 是一個蠻重要的元素 大家秋高氣爽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最近的風 那個樹葉風吹過去開始煞 然後那個陽光透過樹葉灑下來的時候 平常大概就是看到影子 對不對 那現在有風吹過去的時候 那個陽光變成閃爍的 在樹葉上面這個閃爍的 然後那個水波 最近看那個水波 平靜的湖水 但是有風吹過去的時候 看那個水波 水波又跟那個 因為太陽的這個高度比較低 所以那個照出來 有時候當然很刺眼 但有時候那個水波的那個 金色的那個波動 那看起來就是很漂亮 所以我想慢慢慢慢 其實第一個就是要訓練大家 開始去注意很漂亮的景觀 所以不管是你自己的農場 或是到一個環境裡面去 我注意到很漂亮的景觀在什麼地方 像我今天來的時候 我走那個 那個不知道什麼路 然後快到中華路要左轉 一看就是 就是看到山 所以看那個都市的道路的終點 就看到山 就覺得很漂亮 然後 今天是早上偷偷的拐了一下 去海邊繞了一下 海邊也很漂亮 對不對 所以就是到每個環境裡面 就試著去抓那個最漂亮的景觀 為什麼 那個東西就是 療癒 那所以你的農場 哪一個角度看是最漂亮 哪一個季節看是最漂亮 然後room in 小細節我可以看到什麼 然後room out 我可以看到整個大的 不管是農場裡面或是農場外面 借景 借景來 哪邊是最漂亮的景觀 就把它強調出來 所以回過頭來 我們想說 為什麼人會喜歡 接觸這個 比較漂亮的 或是會去尋求這種療癒的景觀 那當然我想這個 從文化背景來講 儒家世家道家 東方就談論說這些 這個其實我也不太懂 但是 常常都會看到這個 天人和義道法自然 那有一個名詞 後來看到 在佛經裡面提到這個藍若 因為大家跟我年紀 那有些年輕的同學跟我年紀差很多 有些同學跟我差不多 有沒有看過那個倩女幽魂 太好了 我昨天就跟那個大一的學生演講 有沒有看到倩女幽魂 那個已經有代高了 所以那個很難講下去 那個倩女幽魂小倩住哪裡 藍若寺 對不對 那有點悲慘 大家一看到藍若寺 這個就是那個住的地方 事實上什麼 藍若是什麼 藍若在佛經 叫做阿瑪 它的意思是說 是遠離都市的環境 就叫做藍若 所以它的定義 以這個英文的定義就是說 你從都市地區 你射箭射五百遍的那個地方 就是藍若 所以我一直覺得台灣東部就是藍若 你要修行 你會不會跑到台北市去修行 會不會跑到香港 應該說市區 它香港事實上還有蠻多自然的地方 你會到一個比較沒有人的 比較自然的環境去修行 所以藍若就是修行的地方 所以不要誤會 藍若市不是那個 特別指這個 那個住的地方 所以我們有一個研究 就是在講說 這個蓋亞 蓋亞就是天地的神 遇到這個Escrypius 就是那個醫神 那我把它比對東方 我會覺得 因為像是土地公遇到華陀 土地公就是管這個土地的 這個大家進出平安 然後華陀就是管這個健康的 土地公遇到華陀 他們聊天要講什麼 就是我怎麼樣安排一個環境 讓來使用這個環境的人 都可以獲得健康的效果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 應該這個 從這個角度來思考 那因為我自己是學景觀各畫設計 景觀各畫設計 有時候大家想說 這個圖上畫畫 牆上掛掛 然後就收起來 到外面可以儲藏室 就沒什麼用 但事實上很有用 我當然在講這個 用這個土地公遇華陀的故事 來告訴學生就是說 你們的工作很重要 因為你做一個環境的規劃設計 做得好 做得不好 事實上都會影響人的健康 如果大家有去過那個 英國理事館 那個西子灣的英國理事館 它有一個 這個犯人的地方 它那個 那個犯人的地方 是你進去之後 你沒有辦法站起來 你在裡面一直彎腰 你想想看那種環境有多痛苦 也就是說這個環境 你可以製造一個環境 讓人家受苦 你也可以製造一個環境 讓人家可以獲得健康的效益 所以我常常在講說 在做景觀不大設計的時候 你要去想 未來的使用者 能不能夠獲得這種健康的 生理心理的這個效果 所以我們在做畫圖 我們在畫圖的時候 常常會談說 我在畫這個平面圖的時候 腦袋裡面就會有一個畫面 所以會有湖水 那水域的部分 在根據相關的研究裡面 等一下我們會再談 就是說 清水的這個空間 水域的空間 會讓你遠離日常生活壓力 會水有它的這個水有暴影 然後這個山 這個天空的這個景觀 大概就會在做設計的時候 有點像是那個腦袋裡面的資料庫 我覺得從那個資料庫 去過什麼地方 看過什麼 甚至我在過去的設計的雜誌的案例 裡面我覺得什麼東西不錯 這個就有點像大家 如果家裡要做裝潢 你是不是會有個想像的畫面 我要騎成什麼顏色的牆 我要擺一個什麼樣子的沙嘎椅 大的小的 然後我要用什麼樣子的 這個吊燈好了 什麼樣子的顏色來搭配 家具來搭配 你是不是有個畫面在腦袋裡面 那這個畫面也是一樣 我們在做這個 修潛農場在做各大設計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個畫面在腦袋裡面 也就是說 剛剛第一步是去找一個最棒的景觀 因為那個畫面本來就很棒 第二個是說 我改造之後 我改造這個環境 設計完這個環境之後 我未來會是什麼樣子的景觀 這個也很重要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繼續提 所以大含眉峰 因為我一直用這個眉峰 眉峰的這個媒員 這個學生蠻討厭的 拔草的 但是這個有一位 這個應該算中醫師嗎 他就說 這個光著腳在這個地方 踩踏接地氣 其實接地氣事實上是很好的 那這個我再舉個例子 就是說 那個 前幾個月 有一次跟那個慈濟醫院的一個醫生 聊天 前幾個月有一個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參加 花蓮縣政府有辦一個有機農業的一個什麼論壇 對對對 那裡面就是 有 我覺得是衛生局局長嘛 本身就是 原本就是自己的醫生 那我們就來聊 因為我前 前半年去 去四川 那就覺得去那邊就覺得身體很不舒服 然後我一直在覺得說 是不是那個 是不是水土不服 然後就很多人就 就教了很多的方法 你要出國旅行 你要先帶半瓶水 然後帶了半瓶水之後 然後到那個地方 混完之後 然後喝下去 那有的人說 就要帶一小把土 帶那邊去去把土吃下去 然後 呵呵 呵呵 對到水裡面 那個講法 但是土 真的 其實荷蘭喔 我一次去荷蘭開一個國際研討會 他發給大家的那個零食喔 就是他們那個類似那種 那個有點像泥炭土 所做成的口香糖 所以大家也可以想像一下 那我就在講這個 吃飯的時候就來講這個故事 那我因為我看過一篇研究 他說我們 皮膚上面的那個 這個 包含那個細菌 或是微生物 事實上是跟你環境有關的 所以就是說你去接觸這個土 這個地方的土 這個地方的土 它微生物就會到你的這個身上來 所以你身上的菌 事實上身上的菌 也是維持你的健康 包含你的腸道菌 我們要吃什麼益生菌 腸道菌這些 而且這個都跟你的健康有關 那你想看看 你從一個地方 你身上的菌 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那個菌種不一樣的時候 你當然會覺得有一些 要適應期 那個局長 那個醫生 他就講說 這個 他就教一些方法 當然是蠻科學的方法 他就說 你要出國之前先吃益生菌 吃一個禮拜 然後出國之後繼續吃 然後到那個地方 就等於說你身上的 它是特別指腸道的這個部分 你的主控的那個菌類 就是原本的跟原本一樣 那就外來的這個菌 就比較不容易去干擾 那同樣的道理 我就記得那個研究 就是說 當我去接觸這個農場的時候 我身上的這個免疫力 的多樣性 這個免疫力是比較好的 所以我一直覺得就是說 這個接地氣 事實上 只有它的科學的道理 其實你光著腳 你就會接觸到 環境裡面的這個微生物 那包含這個高山的景觀 剛剛所強調的 那包含 這個不是沒風 這個是 就是 我很高興 有這樣子一個後院 就是這個我研究室的後院 所以我研究室前面是基隆路 剛剛那個樣子 進來之後 我就趕快開窗 就看後院 所以我覺得後院還不錯 後院 而且後院我記得 差不多也是今年 有十幾隻的台灣藍雀 就到我們的後院 然後那個鳳頭蒼鷹 我看過兩次 然後那個五色鳥啊 那個其他的紅酒鴿 那個常常見到 所以我們後院的生態 事實上是不錯的 那個鳥叫聲 那有時候就會去想 那我要怎麼樣才能夠 規劃出一個 這個鳥願意在這個地方 唱歌給你聽的環境 那就是自然的棲地 也就是說我們講說 環境的生物多樣性 其實是蠻重要的 就是說 你把它弄得很乾淨 好像這個很幾何式的 或是很人工的 那其他野生物種不來 也不見得好 那他在這個地方 就不會有蟲鳴鳥叫 這個唱給你聽喔 那這個是美國的一個公園 那我一次機會在這個地方 住了五個禮拜 我覺得那感覺很棒 就是你的住家走 跨過去大概一個 六米的一個柏油路 那幾乎沒什麼車子會走 其實還不是柏油路 我想說 是那種磚塊紅磚的路 凹凸不平 所以車子平常不會走 那你跨過那個 紅磚六米到 就到公園 所以 沒事 就坐在這個 固定 這個椅子就是我固定 坐在這個位置 然後就看怎麼 因為它天黑大概都八九點 天色才慢慢暗下來 所以在這個地方 就坐在這個地方 看那個光線的這個變化 然後就看那個小朋友 騎腳踏車 旁邊的小朋友 慢慢帶小朋友 來這個地方玩 那感覺就是覺得 這種生活真好 不過時間不長 就是就回來了 那這個是紐約的一個highline 這是很有名的景觀的作品 最近這幾年非常強調 它原本是一個鐵道 鐵路 那大家想看看那個警匪片 警匪片這個被追殺的時候 躲到那個比較雜亂的這個環境 鐵路旁邊的小旅舍 然後那個 在電影裡面那種 在鐵路旁邊 就是那個火車會過去很吵 就是很不好的這個居住環境 那這個鐵道他們 紐約這個鐵道沒有再用之後 附近的居民就開始有人 就自發的就是說 跟市政府談的時候 能不能夠把這個鐵道 變成一個公園 結果 同意 而且聘請了一個滿有名的景觀設計師之後 它這個叫做highline 如果大家Google的話 用high就是高 highline 就很高的一條線 這個highline的這個公園 它把附近的總體的環境 然後居民的向心力 甚至 其實就像是社區總體營造一樣 把附近的這個 把那個房價就是因為這個公園 把它變成 跟以前完全不一樣 所以現在他們在發展highline 在那個廢棄的地下鐵 要做那個人造的光源 然後裡面重置災 所以這個都是這種 運用這個儘管自然環境 自然的元素 來改造環境的很棒的這個案例 所以剛剛提到就是說 在這樣的環境裡面 生物多樣性跟人之間 的確是直接間接的 就有很大的這個關係 那哈佛的哈佛大學的研究 當然就是說 這個生物的這種 自然的多樣性 從心理生理 一直到感染性的疾病 一直到美學的這個感知 有各方面的這個效益 那所以舉個例子來講 就英國的這個樹裡狼道 英國的這個樹裡狼道 這一期是那個 《世界瓜拉地雜誌》 本來早期的一個報導 我記得已經 20年前了吧 他在講英國的這個樹裡狼道 那以台灣來講 我們就很多的防風林 就是那個 竹林 大概就是用這些當防風林 那英國的那個財產邊界線 他就是用這個 這種樹裡狼道 來當那個財產的邊界線 那這一期的報導裡面就是說 英國的這種樹裡狼道裡面 事實上它就是一個棲地 它有超過60種以上的物種 是居住在這個樹裡狼道裡面 那我記得有一次有一個研究生 他去英國念書回來 他就帶了一個社區自己印的 一個Folder 一個資料夾 那裡面就是A4的這個影印的紙上 那社區自己用這種資料夾 然後來告訴當地的農民就是說 你植栽要怎麼修剪 才不會影響到物種的棲地 那舉例來講 像有一些 像他們種藍莓 那藍莓那個果實就是長在外面 那你如果用那個修剪 就整個把它削平 那果實就會被你削掉 果實被削掉 那個鳥沒有果實吃 它就不會來這個地方了 那或是說有一些植栽是那種 像A型的 就上面尖尖的 那像紅酒黑杯這種鳥類 他站在這個資料的頂端 去唱歌求偶 那你把那上面全部都砍平了 他就到別的地方去 他就不在這個地方 所以 以野生物種來講 他其實他三件事情很重要 他一個吃一個住一個求偶 那你要創造這樣的環境 留給他這樣的環境 他就會在這個地方 留在這個地方 所以樹梨洋道 他用A4的紙黑白影印的 一頁一頁 中間還附兩張貼紙 告訴大家就是說 因為他們這個噴藥 都是用機械的噴藥很大的面積 那一根桿子出去 他就有一段一段 就有那個噴藥的噴頭 他就告訴他最後那個噴頭不要開 因為那最後那個噴頭 你已經很靠近那個樹梨洋 那很多鳥巢是在這個 樹蟲的底下這個地方 所以 就叫大家這個最後一個噴頭不要開 所以他附了兩張 我們想說汽車貼紙 就這樣貼在那個保險桿上面 那就是一方面宣傳大家這種觀念 所以我覺得一個社區組織 自己就可以印那個 A4的這個資料 就是單張 來告訴大家 如果你修剪成平頭的話 有哪些優點哪些缺點 如果修剪成這個 直的平的話 那有哪些缺點 那會有哪些優點 所以 他把一些約缺點都分析給農民 知道就是說 你在維護你的樹梨的時候 你要小心 用什麼樣的方式 那另外這個也很常見 這個是 野生物種過高速公路的高架橋 所以台灣現在也有很多研究 在做那個Low-Q 就是路沙 就是在路上被車子撞死的這個紀錄 那這個就是什麼 就是當你這邊有一片森林 這邊有一片森林 特別是這邊有水源的話 那個野生物種要跨越馬路 才能夠被車子撞死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這個經驗 我記得有一次 那個國道3號剛開通的時候 我經過關西那一段的時候 那個車子開過去 大概 那我已經看不清楚是什麼 不過大概那幾十隻的那個 在昆蟲類分過去 那車子 那個 那個 那個就是 雨刷就自動刷 就是 上面就 就是撞死了一堆 這個就是之前有時候 我記得有一個那個是 紙斑碟要過高速公路 所以封高速公路讓他過 你不過 你不封起來 那個車子過去就是撞死一堆 那 美國還有一種老鷹叫做公路鷹 為什麼叫做公路鷹 就是專門在公路旁邊撿屍體的老鷹 因為他很多這個物種在 這公路旁邊被撞死 噴到路邊 然後那個老鷹就專門在撿那個屍體 英國甚至有一個新聞報導 因為看過新聞報導 英國有一個人專門在路邊撿屍體 因為被鹿會撞死 那個肉其實他就回去整理整理還不錯 那這個是這個 這個就是在警官設計上面 我們會設計一些空洞走廊 所以像那個北京的這個奧利匹克園區 當初在設計的時候 偶爾留一個就是綠帶 跨越高速公路的綠帶 讓野生物種可以連接過去變成生態氧道 這個是相關的這個研究 那環境的部分談完了 我們現在談人的部分 就是說環境為什麼會有這個健康的這個效益 這個是南丁格爾一百多年前的 南丁格爾 這個很有名的這個護士嘛對不對 他就說 他認為就是說這個病人如果沒有接觸自然 那那個病不會好 所以這病人就算是沒有辦法下床 他每天連那個病人連那個床扛到外面去 曬曬太陽吹吹風 一個小時之後再扛回去 他認為這樣子的病才會好 所以有很多的這種我們講的 那個醫院的那個醫院的那個療癒庭園 是常常有這種觀念 或是醫院的西方的醫院門口 你會看到那個地板就有個迷宮 那他就有個觀念就是說 如果你穿越這個迷宮 再過去的話 你身上的病魔會被困在那個迷宮裡面 所以很多的庭園設計也會有迷宮 我們每逢有個迷宮 所以常到這個迷宮裡面走走好像也不錯 這個是我舉的另外一個例子 我一直覺得我會被他吸引過去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 我被這種水波跟他倒影的波動被他吸引過去 我們常常在看那個水的時候 就是看那個水波的時候 就看到那種就是他那個動態 這個是基隆的正兵漁港 那這個地方為什麼會有名 因為他做了一個景觀的改造 大家有沒有看到那個畫面 很多的那個老房子就漆那個顏色 不同的顏色 他上個禮拜 我們上禮拜在輝宜兵 有一個國際景觀建築室聯盟 他那個作品在這個國際景觀建築室聯盟 得到一個大獎 就是這個改造環境 那為什麼改造環境 他不是只有把這個房子漆一漆而已 而是這個房子漆一漆 他對面看到的就是這個景觀 我就是在裡面的一個咖啡廳 看出去就是這樣子的景觀 也就是說每天到夕陽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那種金色的橋 金色的這個大雲 很漂亮的這個景觀 所以把整排的那個 如果現在去大概那個商家都是 有時候看一下前語言 不然不會有位置 我覺得生意都非常的好 那這個部分 這個畫面不是要做得很好 不過我去擷取誰的 這個前一陣子有一部電影叫做《反骨傳》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去看 整部電影都是用動畫 都是用手繪的 那他手繪用什麼樣的方式 就是去模擬反骨做畫的那個方式 那反骨他就是學 這個受日本的這個服飾會的那種畫法影響 然後他把一些水 下面畫水就是變成這樣 這樣動態的畫這個水 所以我一直覺得那個反骨的話 就是有點像是這種 動態的 所以你會感覺看到他的畫的時候 你會覺得整個景觀好像是在動 這個火車好像是在跑 然後這個水好像是在波動 那這個就是 回過頭來就講說 我們能不能夠在自然環境裡面看到 這種景觀 就是你的功力能不能看到這個景觀 能不能教育大家 有這個欣賞這種自然景觀的這個功力 所以像這個西頭 西頭並不是只是去看那些樹 但是這個西頭 我記得這個我們要開一個研討會 在這個地方時間到了 大家都在那邊拍照 沒有人進去 因為這個年輕人叫什麼 天使光 就是這個光線灑下來 那覺得很漂亮 所以 自然環境裡面好多好多這種 我們平常注意不到的 甚至在規劃設計上面 連想都想不到的 然後水的倒影 所以如果以注意力回復力理論 一個蠻有名的這個理論 就是剛剛講說 單單這個理論十年來 就發表了四千篇的這個paper 那所以 注意力的這個回復力理論 從水波到這個光線 到這個倒影 他在談什麼 他第一個談的就是說 遠離自常生活 就是自然環境 可以讓你覺得你遠離自常生活 所以大家看到這個自然景觀的時候 你會忘了說 心裡面還有什麼事情還沒做 什麼事情還沒做 會比較 我們想說這個 跳出 這個一個 被困在那裡的一個 牛角尖或是一個框框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魅力性 所以像剛剛在談說 夕陽日出 雲海 水的這個倒影 它就自然蠻吸引過去 天使光用 它具有魅力性 那第三個就是說 在這個場域裡面 你在一個園區裡面 我可以在這個園區裡面 很輕鬆的走來走去去探索 那這個也是一個蠻重要的一個 注意力回復力的元素 那像這個自然的吸引力 這個淡水和氣候變化的時候 或是說像這個倒影 這也是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我有一陣子喜歡到這個地方去吃晚餐 就覺得很忙很累 壓力很大之後 到這個地方吃晚餐 然後慢慢放鬆下來 安靜下來 那這個是阿帕阿區步道 最近好幾部電影 他們號稱這個叫做公路電影 有部電影叫做我出去走一下 是不是 然後有一個是 有兩個人年紀很大的人 常常吵架 然後到這個阿帕阿區步道 去走 阿帕阿區步道 這個就是阿帕阿區步道其中的一段 那我為什麼會很喜歡這個阿帕阿區步道 稍微談一下好了 這個大家聽過那個手作步道對不對 手作步道剛開始的這個觀念就是從阿帕阿區步道 阿帕阿區步道它從這個美國的免疫州 一直到這個喬治亞州 總會一萬多英里 那就有點像我們年輕人 這個高中生畢業 他會想要單車環島 或是小學畢業要單車環島 或是要去爬玉山 就是說年輕人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去走這個阿帕阿區步道 把它走完 所以有一次我們在那個地方做問卷調查 然後做完問卷 這個看那個一個大概也是高中生 背了一個大背包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端午節 那要 做問卷要送人家禮物 太貴我們也負擔不起 那我們要需要是下課時間嗎 就提醒那個老師 你差不多該停了 OK了解了解 收到 收到 那個訊息收到 那這邊談一下 五分鐘我們把這個講完 就是阿帕阿區步道 他 一萬多英里裡面 他 如果你去看他那個圖 他旁邊都有標註 地圖 他旁邊都有標註 這段路 這段路 各有什麼樣的俱樂部 什麼叫什麼俱樂部 就是 維修這個道路的club 維修道路的俱樂部 就是社區組織 所以這段路是誰維修 誰維修 他都要標註在上面 所以大家看這樣子的橋 這個不是專業的維修 這個是 可能是附近的住家 爸爸媽媽帶著小朋友 在禮拜六禮拜天 他們自己 教用 人工的方式 就非積極的方式 鋸木頭 扛木頭 用槓桿的原理 把這個石頭 跟這個木頭 跟這個釘子 然後你看這個樹海 火這個樹 他變成一個扶手 那這個是砍下來的這個枝條 他教你怎麼樣去維修道路 造橋 那 這個維修這一段道路 所以其實他每一段大陸都會有些 入口他就有些備料 用那個油布蓋著 那 隨時哪邊壞掉了 他就拿 禮拜六禮拜天就拿 這個 材料來維修 所以不會那種一直惡化 不然你有時候 變得預算等了一年 本來是一小段 他就整段都沒了 那 所以這種就是很好的 這種社區組織 那 這邊大家看看有沒有一塊白色的油漆 這個 我要這個再強調一下 這邊有一塊白色的油漆 我們那個很多的 這個步道裡面 會指示牌 然後告訴你說 往什麼地方 大概兩公里 然後風吹雨 打那個指示牌 就飄來飄去 有時候躺在地上 因為不曉得指哪邊 到底對啊不對你也不敢 到岔路口到底 他指中間 你也不曉得 他用這白色油漆就是說 我只有在 這個大馬路跟大馬路的這個地方 會有這個地圖 告訴你說你現在往哪邊 還有幾公里到哪裡 沒有馬路的這個地方 這種步道的地方 你看這個油漆 就是50公尺就會有一塊白色的油漆 漆在樹上面 漆在橋頭 漆在那個扶手上面 你只要看到有一塊白色的 10公分長 5公分空 有機會代表你沒有迷路 他沒看到就是迷路 但是他就是 往前看往後看 你都可以看到一塊白色的油漆 如果你看到兩塊白色的油漆 就代表這邊要小心 這邊要轉彎 所以他在你要去走步道之久 他就耳熟識的告訴你這些事情 所以他是利用另外的方式 但是反而 我覺得反而比較安全 因為你看前面看後面 大家就知道 我現在是走在這段路上面 所以這拉拍去步道 我覺得 這邊回到這個注意力的話就是說 如果一個環境是你很喜歡的環境 我們叫環境的知識性 支持你去做你想做的這個事情 那這種我們說環境的相容性很高的話 也會獲得注意力恢復的效果 也就是說 大家現在 這個聽我講到這邊 應該注意力都已經開始發散了 現在注意力是我們的一個 腦袋裡面的一個能力 那時間久工作越久 注意力就像把電動玩具一樣 那子彈越用越沒有了 現在下課 注意力要去休息 去洗把臉 去揉一揉臉 去看看自然景觀 自然景觀 就是讓你有很好的 注意力回復力的效果 就會把注意力拿回來 你可以繼續做你想做的這個事情 好那我們就下課 謝謝 好那這個其實是我們做研究的一個儀器 只是說讓大家知道有這樣子的儀器 最近越來越普遍就是說 我們會量一些 不是你自己有意識的 但是你有時候不自覺的 像說工作比較緊張的時候 有時候肩膀會痠痛 對不對 背痛 肌肉緊張 然後有時候心情不好的時候 就會有點皺眉頭 髮頭髮髮髮髮 對 長長 所以平常要揉一揉 這個也是有一個理論 就是說 如果你臉部的肌肉放鬆的話 全身肌肉會更得放鬆 那我們用這個儀器就是在測什麼 就前額肌的肌肉緊張度 然後包含腦波 所以當你看不同景觀的時候 這個 還有末梢協議 像我現在講過我很緊張嘛 對不對 所以老慶寡 皮膚打電度增加 然後那個手腳冰冷 末梢協議流量減少 那這個儀器都可以去測 所以 我們就用這個儀器來測 測一些什麼 測 舉例來講像那個飛牛牧場 飛牛牧場 靜坐賞頸 還是做組合盆栽 你看它前額肌 我們就把一個測量的 然後散步 還是胃陽 你看這個手指頭 就擋一個協議流量 那這個是 這個機器 所以大家覺得 靜坐賞頸 住個盆栽 散步跟胃陽 哪一個效果 放鬆效果最好 靜坐 還有嗎 胃陽 靜坐跟我想的一樣 但是結果是胃陽 我們那個時候 實驗設計的時候 坐在那個地方看這個 這個草坪一定很放鬆嘛 結果後來發現它可能沒有很放鬆 那它就想說什麼事情沒有做完 那胃陽的時候 大家去想想看那個胃陽的活動 你拿那個一把草 你在胃陽 那別人也拿一把草在胃陽 那為什麼吃它 你不吃我的 你就會念到笑容 來來來你來 你來 哈哈哈哈 念到笑容 你想看你念到笑容的時候 你是不是還會皺眉頭 忘了 忘記皺眉頭了 所以 心凡的事情 一笑一下 那個眉頭一放開來 就比較輕鬆 所以我是覺得 在這個研究裡面發現這件事情 那同樣類似這個醫療 你看這個 這個貼了大概一千多個sensor 貼在這個哪媽的頭上 側它的前額葉的活化程度 也就是說 他說前衛如果活化得越寬的話 代表這個人是越快樂 這是美國這個 威斯康辛大學他們在做的一個研究 那 我每次看到這個呢 就想問一個問題 就大家有沒有看過武俠小說 武俠電影 太好了 我昨天講那個 那個年輕人 沒有 好像都沒反應 武俠小說跟武俠電影裡面 打架打輸的都跑去哪裡 深山嘛對不對 那去攔作 去修電影 還有去哪裡 還有一個其實有個地方還蠻重要的 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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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pless vib 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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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睡覺是從他18歲離開家之後沒有睡過那麼好的覺 因為他都一直在打仗 然後他最後那個日本天王跟他說他那個師父是怎麼死的 他跟那個日本天王說我不要告訴你他是怎麼死的 我要告訴你他是怎麼活的 也就是說他的生活是怎麼樣生活的 我覺得那部電影簡直是太好的教材 就是末代無事 那這個進土中的戰 他不是打腳打輸 他是在那個瀑布底下修煉 他在瀑布底下念經 所以這個是一個和尚 日本的一個和尚 所以這一期的這個Sirbradi雜誌就來報告就是說 接觸自然環境 那那個時候還不知道 這是比較早期的 差不多2005年那個時候的 這個很早期還不太知道說接觸自然會有什麼樣的效益 但是他就報告就是說 這個spiritual state 這種靈性 這種精神狀態 這個身心靈的這個靈的這個部分 這個修煉 那他用這個儀器來做這個測量 那美國南加大有一個老師去模擬一個說 為什麼看到這個 漂亮的景觀會有 愉快的感覺 他就講說這個endorphin 腦內飛 所以他這邊有很多的點 那我眼球看到一個很漂亮的景觀的時候 我送到一個後面的這個spiritual state 這個v1到v4 他 把這個訊息送到這個海馬尾這個地方的過程裡面 就產生了很多的endorphin 就是腦內飛 那腦內飛 就有點像你運動 運動完之後心情會比較好 這個腦會產生很多腦內飛 會讓你覺得愉悅 所以看自然景觀一樣 會產生這個腦內飛 那 這個台大有個好處 台大就是這種儀器設備很多 特別是這個科技部補助台大 這種腦部斷層賞的一些專門做研究 所以我們不用去醫院排隊 通常做一個研究你要少一個大概要排兩個月 那 這個是專門在做社會科學研究 所以我們就利用這個儀器 我們給這個受社者看都市景觀 高山 森林 水底不同的這個景觀 那看都市景觀的時候那整個腦就是 很忙碌 然後我們就比較就是說 都市跟高山 都市跟森林 都市跟水 結果做出來是水 所以他強調的就是說 水景是一個很療癒的景觀 大概看過很多的研究裡面 第一名是水景 第二名是樹林 森林 所以水景是一個大概公認 療癒景觀 效果特別好 那這一篇研究 我們發現就是這個Singray Giles 這個地區的腦區 那這個腦區跟什麼有關 跟你的這個情緒 記憶力跟 自律性都有關 所以這些東西事實上都跟學習跟 那個注意力 都是有關的 跟工作效率都有關 那另外我們做這個情緒 跟這個腦 那也是 都市的景觀 那個 自然的景觀 然後比較 翻臂的景觀 開放的景觀 動態的景觀 靜態的景觀 那這類的研究 我想 研究部分我就不要太強調了 就很快把他的結果告訴大家 你看水 的效果是最好 對這個情緒 愉悅的這個情緒 那 就是可以換 會讓另外一種情緒讓你High 我們說情緒不見得說 一定接觸自然就是 只有這個才是好的 你說像那個春娜好了 年輕人 你叫他去春娜 你在春娜的時候你很平靜 他才會我才不一樣 他才不要 他就是要那種 我們講說就是要 喚起 就是要很High 所以都市地區啊 或是比較封閉的這個景觀 或是動態的水 會比較High一點 所以 個人在不同心情的時候 我就在不同的地方 看不同的景觀 那梅峰的這個 園藝活動 那做出來也是 我們講說這個 這個戶外 到戶外種植栽 都比 做在室內 不做事情 都比較好 戶外的植栽 戶外的植栽 不管是注意力回復力 末梢協議流量的放鬆 那肌肉緊張度的放鬆 情緒 不管生理的 跟心理的 都是戶外 在戶外種這些 植栽 是最好的效果 另外我們做這個香味 那這個 大家看到這個機器也是很神奇 他有六瓶這個玻璃瓶 一般香味都是用 精油 在做這個香味的這個效果 我們是用鮮花 所以鮮花每天去建國南路買花 把那個花瓣一個一個撕下來 做到花沒了買不到了 請台中農改廠支援每天計畫過來 那 放在這個瓶子裡面 那這個儀器 它就可以控制就是說 你要 聞多少的量 它可以很精準的 讓你聞到之後 以前我們做這個很辛苦 做完聞到味道之後 要把那個窗戶打開 冷氣機打開 電風扇打開 把那個味道去掉 再換下一種花 不然會 殘留 那這個儀器打很厲害 就像一個吸塵器一樣 讓你聞一下 抽走 聞一下抽走 然後 這個就像一個氧氣罩一樣 你就帶著 你不會聞到其他的味道 你就只會聞到 這個瓶子裡面 那有一個是空瓶子 所以 就是空瓶子對照組 所以 我們用那個 三種嘛 這個玫瑰 這個 Jasmine 茉莉 茉莉 跟那個百合 三個 那百合效果不太好 它的味道太強烈 而且百合常常被用在那個 就上禮 所以那個聯想就不太好 那茉莉效果很好 玫瑰效果也很好 但是這邊 我們大概一半 快樂啊 這種浪漫啊 或是 放鬆啊 或是懷舊 各種心情 都有 那我們現在要做生理 生理的部分就 很奇怪 那個腦區 這個順便提一下 我覺得這個故事也很有趣 你讓它文化的香味 但是 這個腦區的反應 都是在視覺區 不是嗅覺區 我們就一直覺得很奇怪 然後一直做 後來換 想說 是不是鮮花味道不夠 就換精油 結果一樣 都還是在 視覺區 不是在 嗅覺區 後來我們就發現一件事 就是 他要進去做實驗的時候 我們有個指導 同意書 就告訴他說 接下來你會聞到幾種花的香味 那 請你想像這個花的香味 帶給你什麼樣子的感受 那 後來我們就想說 因為 有些人跟我們講說 你跟我講花的香味 我就開始 像考試一樣 我就開始想這個花是 這個味道是什麼樣子的花 就開始在想 所以 它那個影像 它開始動到 我們剛剛在講的時候 做設計的時候 然後帶裡面那個影像 所以都是視覺區 後來我們就做幾個 加做幾個實驗 我只告訴他 等一下你會聞到某些味道 那請你 根據這個味道 來看看你的感受怎麼樣 結果嗅覺區就出來 所以這個我們繼續在做 這蠻有趣 很有趣的一個笑話 人腦是一個很辛苦的器官 從你出生 一直到死亡 這個人腦都不斷的在活動 連睡覺都不斷的在活動 那 只有兩個時候他會休息 當然是看一下 只有考試的時候會休息 談戀愛的時候會休息 就沒有在思考 但是這個看一下 也就是說 代表人腦 有時候 我們在做那個 繪圖的實驗 或是香味的實驗 你叫他做什麼事情 但是 人腦就是很容易分心 他會想到別的事情 然後你 叫他畫一幅畫 他可能沒有在想 他只是在鳥 那他的腦是什麼 是動作 不是創意 所以這些大概都會有 很有趣 那包含 我們講說他的構圖 碎形維度的構圖 那這個 包含他的主要的景觀 核心的這個景觀 那我們說這個碎形維度跟偏好有關 或是這是飛牛牧場的景觀 我們就分析這個色塊 碎形維度跟牧場 跟那個 偏好度有關 或是什麼 跟這個質感 跟這個方向性 跟這個景觀的深度都有關 那 舉例來講 我們看 像這個 像這個海 平靜的海跟動態的海 這個海浪所形成的質感 就跟偏好有關 那 樹的話又不一樣 樹的漲的方向 跟它的層次 它的景深 這個方向跟景深 就會跟偏好有關 所以不同的自然景觀 不一定是同一個指標 而是不同的景觀裡面會有不同的因子 影響你的偏好 所以我想這個是有在強調 那 這個我想就不談了 這個 我要談這個 這個研究蠻有趣的 這花一點時間 這個是 新北市的街道景觀 就沒有樹 然後我們就用這個電腦模擬的方式 把這個樹 行道樹模擬上去 我覺得模擬效果還不錯 然後但是 我們在放這個樹的時候 我分為四組 然後 放第一個是沒有樹 第二個是說 我放得很快 快到什麼 快到你意識不到 有行道樹 之前有一種廣告方式 就可口可樂的廣告方式 它就是 我們一秒鐘 錄影大概一秒鐘大概有30格 它其中一格 它就給你插一格 那速度很快 0.03秒 就你好像看到什麼東西 但是你說不出來它是什麼東西 這個就是很快的閃過去 快閃的這個影像 這個是放在那邊讓你看 第四個是說 你試著去 指出來這個樹是什麼樣的品種的樹 所以你要很認真的看 好 四組做完之後 我們是用這個Digi Spendover Test 注意力的測試 那這個注意力測試 像剛剛下課我現在測一下注意力 現在講說我講一個數字 一串數字 你要把它記住之後再把它倒過來念 所以現在我講325 大家要講 好那 2641 13752 25731 對不對 數字越長就越來越更難了對不對 因為要用到你的記憶力 又要用到注意力 你才能夠回答得很好 所以你看 這個都市的 這是前測這是後測 前測是達對7 就是7個數字 7.12個數字 平均 之後看完都市的景觀之後 注意力變低了 這個是統計上面顯著 然後如果是快閃的話 它是6.45到7.06增加了 有速的就增加 6.28到6.83增加 要強迫你注意去看的話 6.57一下子跳到8.05 進步很多 那這個 進步大家知道這個多少 到底是多少 我們來看看 它差0.61 0.55跟1.48 那我隨便去 也不是隨便 我就是 Google我沒有特別挑 我就是去找一篇 這個注意力的 醫學的期刊的報導 那它是用這個 一種藥物 那這個是安慰劑 就等於是 這個藥物 但是沒有藥效的 這個是這個有藥效的 那也是用同樣的 注意力測試方法 我就是故意去找那個 同樣的注意力測試方法 然後如果有吃藥跟沒有吃藥 差多少來看看 我們那個都市綠地 那個行道處有多好的效果 你看它一模一樣的測試方法 它安慰劑是7.58 然後吃了這個藥進步到8.47 它進步多少 進步0.89 試了藥 正常人 不是病人 就正常人 因為很多大學生 英國大學生 我聽那個新聞報導 就是說 期末考的時候 念書念不完了 就想辦法去用這個 叫做聰明藥 吃了之後 可以讓你這個 讀書不會累 那我曾經聽過台灣的一個醫生說 這種藥 台灣在什麼時候 那個 消耗量最大 考試前 我們都想考試前 他說什麼 他說過年的時候 因為爸爸會去偷兒子的要來吃 打麻將比較厲害 那可能是開玩笑的 這個就代表說這種藥物就是 事實上就是這個 就是注意力增強的 那正常人 吃20毫克 進步是0.89 當然看自然景觀 進步到1.69 可能只是瞬間 就沒有辦法維持很久 但是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我看自然景觀 我用同樣的測試方法 我就可以 獲得進步 那 跟吃藥的效果還差不多 那如果想像你如果每天生活在像我在基隆木旁邊 你們 在花蓮 所以 你們注意力一定比我好 因為你每天看這個就像洗腦一樣 所以你想想看 每天上班上學的路線 當然我要選一個 可以看到行道書的路線 不要去看到車子的這個路線 那同樣這類的研究我們做蠻多的 這個是跟那個生物多樣化 剛剛講說這個生物多樣化 就是我們去那個台北市裡面 台北市的這個鳥會他們在固定的地點會去做鳥類的調查 那去做鳥類調查的點 它就會有 多樣性的這個指數 那我們再去每一個 點去拍照片 拍照片回來我們再測 這個自然度感知偏好跟注意力回復力 那把這個數值 測完之後舉例來講像這個大安生命公園 它的多樣性指數大概是百分之五十幾 然後自然度感知注意力回復力跟這個偏好大概就是 百分之七十四七十五算不錯的一個地方 那 向山就拍的是另外一個 周山就是旁邊的山 那生物多樣性更好百分之五十六 然後這個大百分之八十七 自然度感知大百分之八十七快到百分之九十 然後百分之七十五跟這個百分之八十三也進步偏好也進步 但是 植物園 就又稍微降下來一點點 比較人工的這個地方 到了這個植物園的這個角落 變低了 因為這個感覺就是旁邊的這個住宅 那或是在台大的校園裡面 生物多樣性就變很低 所以大家看到有些地方生物多樣性就比較低 有些地方就是偏好就比較高 所以每個地方的景觀 不一樣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 劃成一個百分比之八 國外的研究 我們自己的研究 都變成一個像一個資料庫一樣 那大家稍微記住這個 等一下我們有一個用途 那所以 在應用方面的話 我們就看到就是說 像這類的景觀 在 這個應用上面 包含像這個是加拿大的一個 有點像是一個庇護農場 就是這個包含有 殘障的人士在這個地方 那 讓他們在這邊做一些 農作農事 那 這個是日本北九州的一個 大家猜得出來嗎 這個是 這個建築看起來像什麼樣的環境 安養院 對他就像 他銀髮族的一個醫院 那 在這個環境裡面 他可以到後山走一走下來 坐在這個椅子上面休息 看這個竹林 我還蠻喜歡這個角落 然後 裡面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年紀多大 我看到牆上有那些字畫 這個跑掉了 這個牆上有這個字畫 的那個作品 我看平均年齡大概都是 9495歲 這裡面 好多的這個作品大概都90幾歲 那大家看 他們在這個地方做這種 所謂的園藝治療活動 他 他 做這些事情他 為什麼會有效 他要告訴 告訴你 你要做的每一個步驟 是不是要記憶力 聽 指導語 要記憶力要注意力 然後手在這邊握的時候 是不是要握力 他接觸到這個樹皮 自然的觸覺的感覺 然後 大家在旁邊聊天是不是 這個 互動 就很快樂 所以我還 記得有一次在波斯頓 有一個那個 社區班 在做那個盆景 就是修剪字條 看到兩個樹被剪得光光的 但是 兩個人聊天聊得很高興 所以 互動得很好 那韓國的那個生理療育基地 你看他們就換上這個傳統的服裝 然後一個家庭到這個生理療育基地裡面去 然後去做這個 呼吸啊 這個瑜伽 這個活動 那 我去住的時候他們就讓我住這個小木屋 我去住了 連續幾年去住這個地方 他們在這個地方告訴我們說他們做什麼樣的 森林療育活動 所以 在戶外就有這個帶著這個瑜伽店 有個瑜伽老師在教你做瑜伽 然後 有幫人靜坐 有茶道 有冥想 有水療 幫我們那個SPA 那個按摩的都有 各式各樣水療就有好幾種 所以生理療育基地 裡面 不用餐 都是用一些有機餐 上課來告訴你就是說 你要先吃什麼 再吃什麼 再吃什麼 這樣是比較健康的 這個 對 就是我們幾個 應該說李堅士 我記得是 會長在這個地方 就是他們的 禮物局就補助經費 他們去成立這個生理療育基地 那回過頭來講我們就找了一塊地 我記得是在 台中農改廠 我們就讓大家 因為那個是一整天的課 我們就讓大家做練習 設計的練習 這個是我們的園藝分廠 農業試驗場的園藝分廠 這個是防染山 如果大家有去台北這個就是 基隆路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是新蓋好的癌症醫院 這邊就是學生的宿舍 這邊老師的宿舍 這邊是一些實驗室 這邊就是 農業試驗場 如果大家有去 台大 走過那個周山路的話 這邊有個水車 比較印象深刻就是那個水車的位置 所以 我認為這個區域就有點像是什麼 就是有點比較理想的 就是有醫院 有住家 有工作環境 然後有農場 所以農場 生產的有機蔬菜 可以讓 醫院的人使用 到宿舍的人去吃 然後 醫院跟宿舍的人可以到農場裡面 這個療癒庭院裡面去 去散步 去這個療癒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不是上班功夫類的 我記得那個學生 我們有開那個 蔬菜體驗 的班 然後那個學生的那個心得 報告就是說 上課壓力很大 考試完了之後 從這個上課的教室 騎腳踏車往農場那邊騎過來 心情就變好 所以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那在這個就是我們農場裡面 包含幾個高溪區 香草 之後面 後面這個方園山 現在看起來很好 以前 我當學生的時候 這整個山都是什麼 大家可以想像 都是墳墓 對 那現在看就是 全部都是這個樹林 所以看起來這個景觀背景很好 那 這個就是 對不起 這個就是我們在掃腦的那個實驗室 所以我們 最近做一個研究 就是種菜 種了菜之後那個新鮮的腦直接去掃看看 兩個禮拜 四個禮拜 六個禮拜 做出來 什麼時候的腦的 這個應該說是 這個活化的效果會最好 這個我們還沒有 寫出來 但是目前看到 大家可以想想 就是 這個 這個 這個整地 播種 然後 除草 跟收成 收成 收成那個曲線就收成的時候就 突然就快了 快了起來就活起來了 前面就是 整地在沒力沒力的 收成就突然就活起來了 這是癌症醫院 那癌症醫院我記得是在六樓 這件事就是宿舍區 癌症醫院的六樓 就是看出去就是我們的農場 這個就是那個MRI的中心 後面就是方蘭山 所以我覺得這個建築是也蠻 會借景的 他在這個六樓是什麼 是那個 諮商的空間 不是在坦平是在諮商的 諮商的空間那個景 多漂亮 不會也好 如果是我當 當學生那個時代大家想看 醫院看出去 諮商的空間看出去 整個山都是墳墓 那個氣氛就 就不一樣了 所以大家想說 景觀有多重要 就是 你看出去如果是這個景 跟我以前看那個景 那完全都不一樣 然後這個就是 分場裡面 我們這個工療改成那個 教室然後這是療育體驗 那就覺得在這邊種菜還不錯 邊種菜還可以看101 應該種了菜育館 賣蠻貴的 那這個就是在台中總統講 我們要用什麼樣的這個方式 我們這個是一個工作坊 那 最主要就是我們有設計原則 那早期來講 我們就一直是想要從 這個研究的結果裡面來告訴大家 就是說那你要怎麼樣 規劃設計 就講出來之後 你告訴人家就是說 你要 什麼 動線要延伸 然後把那個景深帶出來 然後整個視覺的這個 景觀要有一個動態的平衡 就是視覺 的平衡 統一協調 就講了這些 就怕大家做設計的時候 你還是聽不懂 你這個到底是 是什麼叫做統一協調平衡 你沒有經過一個 這種 這種 美學方面的訓練 你要直接去應用那些 設計原則 事實上是很困難的 後來我們就想到一個方法 如果大家注意到這邊 我們剛剛把這個研究的這個 每一張照片旁邊不是有那個長條圖 生物多樣性好不好 那個自然度感知好不好 那個偏要度好不好 那注意力回復力好不好 這邊就我們把這個卡片 資料庫就準備在這邊 那麼分組 每一組有不同的任務 有的是 強調生態的 有的是強調這個 地方的這個利益 有強調的是視覺景觀 有強調的是這個設施物 好那每一組分組之後 每一組就有個組頭 就是我們講的首席設計師 他就是要解釋他們的這個設計 讓大家來做一個討論 那大家就很激烈的討論 他就你這個設計哪裡好哪裡不好 那要怎麼修改 所以再修改一輪 然後 修改一輪之後 就是這個 所以在以台大的話 我們就每一組都有 36張這樣子的卡片 就是我們有一個研究 我們做出36張卡片 就像資料庫 然後 每一組告訴大家在討論的時候 你從36張照片裡面挑出10張 最能夠代表你的願景 設計完之後以後的這個理想的這個願景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剛剛在講說 利用照片 來傳達 一個訊息 就是 設計者的這個腦袋 你家裡要做裝潢 要做在裝修 我拿到裡面的畫面 我想的是什麼 要告訴 施工人員 把你想像的這個畫面做出來 那想像的這個畫面到底有多好 我們就請每一組挑出這個10張 然後這個 他做分區的時候 哪一區像什麼哪一區像什麼 就把它健康畫進去 然後 這個用餐區 什麼區分之區 這個區區劃分之後 這個鳥類的多樣性的豐富度 把10張的分數加起來 自然度分數加起來 注意力回覆力加起來 偏鬧度加起來 然後再加起來一個總分 但這個不能這樣加 這個有點像是蘋果加橘子 會變成什麼樣子 但是 至少讓大家有個概念就是說 你這樣子做如果是以願景來看的話 他的效果好不好 所以每一組視覺景觀組 照片就不一樣 每一組挑的照片 功能不一樣 這個 激烈的討論 通常討論都是欲罷不能 要結束都沒辦法結束 所以大家就一直討論 最後我們就把這個鳥類多樣性 自然度感知 注意力回覆力偏鬧 跟這個總健康得分 把它加起來 那就很有趣 像第一輪跑完之後 這一組的任務是生態 396分 那為什麼 你是做生態的 鳥類多樣性只有360 96 做視覺景觀的分數還比你高 所以 有問題 回去再亂一遍 所以做設計就會一遍一遍一直來 做設計不太會是說我一次就抵難 會一直討論 那討論完了之後 還有更進一步的討論就是說 那你這樣子設計 做完之後再出來再討論 然後在不同的角色扮演 但是如果今天是你是 這個 縣政府的人 市政府的人 你今天是遊客 你今天是地方的 這個 商家 你今天是這個 非政府組織就是環保團體 那或是你今天是這個農場的 這個照顧的人 每個 想要的東西不一樣 所以想要的東西就會有一點點這個差別 那我們就把這個 想要的東西再做不同的 就是 我對這個設計有喜歡的打圈圈 不喜歡打插 那沒意見的打三角形 就發現 這個廠長的意見 跟這個 遊客的 意見 是相反的 遊客的意見跟 環保團體是相反的 然後廠長跟這個 野生物 野生物也是一種團體 大家願不願意住在這裡 所以以這樣來判斷 那就會有一些衝突 那衝突之後我們再去討論再去協調 是不是有設計可以改成 你care的跟 另外一邊care的不一樣 當然不是出去打一打 就出去談一談 回來再把設計改一改 所以設計的過程是要經過 很多變的不斷的修改 不斷的修改 這個就有點像是 大家在看那個建築師或景觀 在做設計師會不會畫草圖 一遍一遍草圖再一直畫 這個設計要一直修改 所以設計不要說 我從這邊開始做設計 做到這邊結束結束 這不會是一個好設計 設計一定是 一遍一遍來 分區動線 然後每個地區的功能不一樣 所以 這個是一個 設計的一個過程 所以 我們大概用這樣子來 告訴大家設計的原則 接下來會有什麼樣的東西 接下來我要強調就是說 其實我們現在的農場的 不管是管理或是規劃設計 現在已經有很多 新的科技 慢慢慢慢在發展出來 所以 舉例來講 這個是美國 如果大家去Google SOFA這家公司 他 告訴他一個標題就是說 大家手機 手機沒電的到哪邊充電 他說到公園充電 那為什麼到公園充電 因為他賣這個 這個設備跟椅子在一起 然後 沒電的就在這邊充電 這邊是太陽能板 那手機可以充電 但是他除了充電功能 他還有別的功能 事實上他有別的功能 他當作那個 就是有點像我們的WiFi 就是無線網路 的 HUB的那個提供的這個點 所以就是說你這支手機 到這邊來充電的同時 你可以到這裡上網 那你上網之後他就同意 就要你同意 就是收集你的 這個來訪的次數 所以 我收集 之後我這個公園 我可以知道 假日 飛假日 遊客最多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幾點到幾點 所以現在大家去看那個 Google你在選那個餐廳的時候 他會有個告訴你 這個餐廳這個時候是 什麼時候是人最多的 什麼時候會人比較少 就 就是大數據 所以其實 我們的農場 我覺得也要走向 這個大數據 因為你大數據我可以分析 大家最喜歡的 大家集中的區域在什麼地方 大家不喜歡的是什麼 那我們用做這種配胎式的這個裝置 那我們用這個配胎式的裝置 包含 跟這家 這個公司合作 我們做了一個 像 行李箱一個盒子 那 一次大概可以15個人去貼這個 心跳 紀錄的心跳 所以在那個園藝墳場裡面找的時候 我在螢幕上面可以看到15個人的心跳 那 這個是我們去年 前年就開始使用 大概去年 在這個 休前農場也做過一些 這個資料的調查 所以 環境怎麼樣子影響人 那 同樣的道理就是說 如果像我今天的研究室我要到 台北車站 他會建議我兩條路 通常我們都會選那個 路程比較短的路線 他自動會幫你建議 但是 比較短的路線我看到的情況是這樣子 沒什麼行道處 比較晚一分鐘的路線我經過大岩森林公園 所以要選哪一條 當然是選這一條 那其實 我們在大岩森林公園 去年就做了一個研究 就是說 我們就帶那個心跳劑 然後去找那個高壓力族群 就是那個 排到醫院的護理人員 每個禮拜 來大岩森林公園走三趟 每一趟走40分鐘 然後之前灑一次腦 之後灑一次腦 那我們就會發現 這個 整個農場 整個公園裡面 哪一邊心跳是比較高的 哪一邊心跳是比較低的 所以 又像是一個心跳地圖 所以這類的研究 我想大家都在進行 所以就是說 讓我們看到不同的環境 不同的景觀 不同的公園 那這個腦區會受影響 那 未來是不是 我並不只是說哪一條路比較快 哪一條路比較慢 而是說 哪一條路比較健康 哪一條路比較不健康 就是跟上學上班的 路線一樣 那我們現在在做的是 如果大家 當然這個是比較新的 我們目前在進行農委會的一個計劃 就是這個 Health Cloud 所以大家看 我現在這個手錶就有 記錄我的心跳 跟我今天去哪裡 也就是說 心跳跟那個GPS 跟那個海達高度 所以現在學生 一看就知道 這個老師人在哪裡 心跳高不高 我太太也知道 你今天去哪裡 心跳有沒有變化 就知道 那 未來我們現在正在做到年底 我們還繼續做 注意力偏好 包含什麼 當天的氣候 包含說你能不能停下來拍照照片 那包含你走的距離 也就是說 我們把這些 環境資訊跟生理的資訊 跟心理的資訊 收集完之後送上雲端 我們就可以去做分析 那有一個例子就是 我們今年在 我們現在還繼續在做 在投層農場 那投層農場我們 我們做什麼樣子的東西 可能要按鍵 就帶著這個錶這個是 小樣本 比較紅的就心跳比較高 比較藍的就心跳比較低 那放在這個地方 就是心跳比較高的這個 這個地方 OK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實它就是 入口這個地方 比較吵雜 人比較多 然後在這邊處理很多事情 心跳就比較高 然後到西邊這個自然環境 用餐的這個地方 心跳比較低 所以這個目前還在繼續進行當中 所以 後面 好沒有關係 這個就沒有方向 就是說 我們事實上在 這個農場的 規劃設計跟經營管理的這個部分 要有很多的發想 那很多的這個發想就是 前面就是有一些例子就是說 我們怎麼樣子把一些新的 這個 科技加進來 那在這個 後面應該要有一張地圖 不過 沒關係 就是等於是 因為我們現在在不同的這個地方 那一個農場裡面有不同的 有一些是西邊 有一些是用餐的區域 有一些有座椅的這個區域 那在不同的這個區域裡面 我們提供不同的這個功能 那配合前面所談的一些 景觀的設計 那我們大概就可以 比較了解使用者在裡面能夠獲得什麼樣子的 生理心理健康的效益 結果 話講太快 感進度感的太快 沒關係 最後大概10分鐘 我們就15分鐘我們就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 呃 問題或是有什麼想法 看怎麼樣子把這些研究的成果應用 其實最主要就是把 過去研究的成果包含 國內外 我想說 舉例兩項注意力回復力 它就有4000多篇 這個Payport 那這個資料要怎麼轉化變成是 我們在做經營管理或是 環境的規劃設計上面是可以用的 所以我們叫做 就是 巡證設計 就是依照證據 來具有說服力的證據 來做環境的這個設計 這樣 所以 看看大家有沒有 有沒有問題 對於我們 做的一些研究 跟這個應用 請說 像你的經驗那麼的同時 你有沒有一個所謂的一個環境 你說如果說以你的自己家還是你的環境 你認為說 至少要有一個大股 像你剛剛講的 維持 對 好的療癒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 比例的分 以你的 就是最完美的一個 搭配 你知道嗎 我 第一個 我經驗不是很高 沒有那麼厲害 但是 因為黃金比例本來就是一個名字 就是一個黃金比例 那 以我做設計的人來講 我會覺得蠻難的 因為設計有時候 那個業主使用者不一樣 小朋友要的跟 成年人 跟老年人要的 就都不一樣 但是舉個例子 又有一個研究 在日本 日本如果大家有去過那個 龍安市 它有一個那個殘圓 就是一個 白色的紗 一個方形的 裡面就幾顆石頭 哦 都有去大田 然後它裡面的和尚會帶著大家 在這個庭園前面就打坐坐下來 然後就看這個石頭 那它強調就是說 這個石頭就像是那個蓬萊仙島一樣 然後那個沙 所以現在看到很多那個飯店那個沙就是爬子爬過去 它就代表是海 所以 以那樣子的一個造景 的確有人 日本有個研究 而且是發表在非常棒的 這個學術性的期間 在山里石上面 它就認為這個石頭 中間有一個黃金比例 有一個比例 但是 應用方面 還沒有說 它只是去 認為它有 這樣子的比例 但是 要怎麼應用過來 是不是能夠直接應用 那石頭能不能應用到樹 砂能不能應用到水 那個又不一樣 所以我會去強調就是說 像 水 其實它有很多不同的面貌 其實像大家 如果常常在做水池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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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大家第一個就會想到的問題 就是說 你這個水池要不要讓大家看到倒影 就舉例來 就我有一個農場 遠山很漂亮 那我希望有一個角度是 遠山前面有水池 我可以看到 山的這個倒影 那那個水池的底 你就要 黑黑的 它有那個 有基土或是什麼 就不要去掃 掃了之後 水底要是太白太亮 你就看不到倒影 你會直接看到水底 變游泳池一樣 那你說要看到倒影 那個水 顏色就要深一點 你會看得到這個倒影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像水 剛剛在談的 那個水的波度 應該說水波 不是波度 水就是水波 風吹過去 它會產生什麼樣子的這個水波 所以那個倒影 你看那個倒影 我剛剛有一張照片 是說我都在那邊吃晚餐 那個是都沒有風的時候 你看那個倒影 是直接像鏡子一樣 倒過來 但是 當 像那個正兵漁港的那個水波 那個就是 有倒影 而且是有風 所以它就有點像那個反骨的 那個畫 在那邊抖動 那個就是不同的 所以 以水井來講 其實 很難有一個標準答案 但是 標準答案就在說 你要不要倒影 要不要有波動 然後倒影是看到什麼樣子 大概會是這一類的 這個考量 那其實 因為設計來講 本身來講還是有很多 複雜的 經驗 真的是要經驗 所以台灣在說 這個 設計師要找那個很有經驗的設計師 因為他 看過很多 那也太知道就是說 你這樣子想 做出來之後是不是能夠達到這個效果 所以我剛才再舉個例子 家裡在做裝潢 有些人會說 看這個旋轉樓梯好棒 家裡面也來一個 那既然你挑高不夠 你會旋轉樓梯變得很窄很小 變成一個小人國的旋轉樓梯 所以就是你要考慮很多因子 再來看看 能不能夠用這樣子的設計手法 所以 這個問題其實蠻重要的 大家都會去關心這樣子的問題 OK 還有沒有其他的 問題 沒有的話我就繼續講 當然老師都是很愛講話 我們再繼續講一些 這個研究 我覺得蠻有趣的 這個研究就是 我們之前在做那個生理回饋儀器 就是測那個肌肉緊張度 看我是不是很緊張 有沒有老清瓜那個 我們之前在測的時候 它是什麼樣的原理 事實上它很簡單 它現在如果年輕人有在打電動玩具的話 聽說我沒有在玩電動玩具 聽說以前的打電動玩具就是你要敲那個鍵盤 它會發射子彈 或是滑鼠 聽說現在腦波就可以控制它開槍 所以 它就是用類似的這個儀器 當你測到你 因為 我們講說那個腦波測幾種 比如說Alpha,Beta,C打波 Alpha波就是說 你很放鬆而且很輕輕 的這個狀態 那我們通常會說這種腦波 所以有時候 有一種電動玩具是 你要讓你自己放鬆下來 然後 你才能夠過這一關 所以那個電動玩具不是在讓你 不是年輕人玩的那種玩具 而是讓你 放鬆的電動玩具 所以這一類的 這個設備 那個我們講到生理回饋的儀器 也 應用在很多的這個面向 那我要談的就是說 有一次我們那個 有一群外國學生來 要測那個儀器 我們常常都會找一個 男生 到前面來 坐在前面把那個電線 那個光纖把那個Sensor就貼起來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有沒有女朋友 開始那個 肌肉就緊張 那個就有點像測謊一樣 然後 你有沒有很喜歡 這一班的其他的女生 那女生在不在現場 所以 就這類的科學儀器 就是我們在講說 怎麼樣利用 科學的儀器 然後用一些 研究的結果 比較明確的證據 來告訴大家 這種 療癒景觀真的很重要 所以我覺得其實 很多的這個農場 其實 我們之前在看 包含 這個 我還蠻喜歡這幾個 休閒農場 就是 包含像 就隨便一個 一個自然景觀 你去看那個種菜 那個 顏色 然後看那個山 那 舉例來講 我記得 在那個傍晚的時候 就會有那個鳥 從山上這樣飛下來 哇那個 然後他有那個 幼蝶啊 就是有蝴蝶圓啊 這些 你會覺得 就是 其實這個是 蠻像那個 這個末代五世的這種 就是一方面種田 一方面這個生活在裡面的 這種場景 所以我是覺得 如果大家有在經營農場 應該都是 很幸福的 就是 能夠接觸這個自然 能夠獲得 療癒的效益 那有時候 包含像這個公園 晚上坐在那個地方 吹風 吹風 其實我覺得是大家比較 不容易注意到 但是我覺得是很棒的一個 接觸自然的經驗 所以其實 應該說 如果回到剛剛那個問題 做設計要怎麼樣做好設計 就是你自己要 要能夠 感受得到那個自然的變化 那 怎麼樣子去 我們想說第一個就支援的盤點 去找出來 最棒的景觀把它保留下來 那我再舉幾個例子好了 這個我之前在這個宜蘭那邊 有講過這個例子 有一些讓人家比較傷心的例子 我記得有一次 休息農會去評鑑 然後到一個農場去 我就說 哇你這棵樹好漂亮 在他那個入口這個地方 這棵樹很漂亮 這個 應該 這個 就是 對他拍照 就把 這個 記錄下來 那 結果那個農場的 場主他跟我說 這棵樹下 這個下個月 就要把它砍掉 因為他現在 游客人越來越多 那個遊覽車進不來 所以他要蓋個停車場 那 這個就是一個 你如果認為這個資源是很重要的 你要想看到那一個遊覽車的遊客過來 就是要看你這個樹 就是要看你這個山的這個景 你看那個停車場事實上是你犧牲掉一些 你可以吸引遊客過來的這個景 所以 類似這種 或是 之前在 呃台中的時候 有一個我記得 某個地方有個這個 呃那時候在做那個社區營造嘛 有些地方會有一些景觀的這個特色 所以我可以到 某個地方去看螢火蟲 但是那個螢火蟲 通常螢火蟲就自然度比較高的這個地方 那個驅空所認為 晚上去看螢火蟲 你開車要走那條路 那一邊就是 蠻危險的 那個路蠻窄 如果他錯車就蠻危險的 所以就把大路拓寬 然後把那個路旁邊都架那個 路燈 呵呵 那架完之後就沒有螢火蟲 對 所以就是要小心啦 我要強調就是說 有時候你沒有注意到 或是這個地方 本來吹風很舒服 然後或是一個 這個景觀很舒服 那沒有注意到 就把它破壞掉 你就沒有這種療癒的景觀 可以利用 所以 我認為療癒的景觀 是一個資源 再加上你 很好的活動設計 活動 就是最後要談的就是 環境加活動 產生體驗 那這個環境活動體驗 環境活動體驗 那體驗就是我們要提供給 使用者來這個環境裡面 所獲得的 這個效益 OK 好 大家有沒有想到其他問題 我們最後五分鐘 快要應該是快要敲鐘了 對 這個 有沒有想到 是 呵呵呵 是 請坐 請問一下你一年 我想問說 雙方的建議 我希望這一些 做下什麼 對人建議 對 這個其實蠻重要的 我記得 也是 去年還是今年 跑去那個 蘇州圓林 蘇州圓林 你就會發現東方跟西方 在 這個圓林的這個部分有很大的一個不同 東方的圓林裡面有很多的亭台樓閣 西方的圓林裡面大概就是一些紙災 他不太會有這些東西 那 東方的 這個 你要說這些亭台樓閣本身的造型 像南方 他就是黑瓦 然後翹起來 你會覺得很活潑 北方就是那個 特別是黃家的那個願意 就黃色的 因為只有皇帝才能夠黃色的 你以前這個 你剛那個黃色就被砍頭 所以 黃色的 當然要注意 有些人沒有注意到 建築的那個 廳台樓閣的那個屋 不要用藍色的 知道 知道什麼 有時候看到 怎麼會有人設計藍色的 這個 以東方的觀念 這個是 死人用的 所以 東方在做這個建築的色彩 它的造型 或是說有時候我們講說 那個涼亭 涼亭它會有個圓洞 那如果大家還記得我剛剛在講那個自然景觀裡面是不是有個景深 層次 樹林層次 你看那個像板橋林家花園 或是那個 圓洞門 圓洞門後面又有一個小門 那個門後面又有一層子在 你會感覺要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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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利用這種平台樓閣利用這個高差的變化 我們可以把一些 景觀的層次 去把它強調出來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覺得說這步要看過去很漂亮為什麼 因為它有層次 有點轉彎 所以 東方的這個建築 停台樓閣 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要把這些元素展現出來 所以我記得有一個作品就是 呃 雨打芭蕉嗎 就是 我記得是留言 就是那個涼亭的後面就是 這種芭蕉 然後下雨天的時候 你就有聲音的效果 那那個留言另外一個 那個石頭 就是一顆石頭 並不是一顆石頭在那邊讓你看 而是一個框框 就像一個畫框一樣 就一個石頭 那像那個板橋林家花園 如果大家有去它有一個 它有一個 應該就放建栽 就是一個 呃 大家想像一下 我覺得那個這個放建栽可以講一下 它設計手法很厲害 雖然它比較人工 但是它有一個長方形 的這個空間 它這一邊用甲山 是他們家鄉 的那個甲山 但事實上甲山就是用一片用模的 不是用氣死的 有點像是把那個造型做出來而已 另外一邊是什麼 是那個 走廊 那 這邊是 看台 對面是氣台 然後中間是什麼 是一個水池 那上面它本來是這邊有一顆很大的 忘了是什麼樹 另外一邊有一顆很大的 這個樹 所以它有點像是一個劇院 它那個樹罐就是 屋頂 它那個水就是 撲面 但是水會什麼 水會反射的聲音 所以 那一邊表演的那個聲音會藉由那個水反射過來 到這個 聽眾那個地方 所以我是認為就是說 我們怎麼樣子把 然後它有這個就是橫銅臥月嘛 也是板橋寧叫他也 它那個 它那個橋是可以走上去的 那我聽以前的這個 我的老師的那一輩子在講說 以前那個走到橋上面 你就可以看到來清閣 以前那個婦女是不能夠出門的 那來清閣 他們會在裡面踢箭子踢 在沒有互換 你從這個來清閣 看 這旁邊的那個橫銅圍圍那個橋 就可以偷看了 那以前從板橋那個地方 我爬到這上面 我就可以看到山峽那邊的整個稻田 所以就是 一些 利用高差 建築 甲山 步道 它把它整個整合在一起 然後另外一個吉古書是可以看到 月亮的稻影 稻在水面上 在涼亭裡面看到 所以 利用那個 涼亭它本身有個 很重要的一個就是涼亭它有方向性 所以我們現在在做木平台也是一樣 我現在木平台 我現在木平台所對的方向性 是要看到最漂亮的那個景觀 我涼亭 雖然同樣在山頂上面 但山頂那個涼亭的角度 也是一樣就是要看到對到那個最漂亮的景觀 所以我覺得東方在這方面處理的很細緻 就是我們這邊有個小涼亭 然後小涼亭走下來那個 那個步道 滴下去 滴下去旁邊是水邊 然後就變得有清水的感覺 所以日本的庭園也是一樣 日本那個石板橋 都沒有什麼沒有欄杆 然後小小的 就是 一個石板這樣子 跨越水面 你就會覺得你跟那個水面很接近 然後蹲下去 手就可以摸得到水 然後 雖然時間到了 不過我講一個故事 因為跟這個有關 就是一個設計的手法 我們講說設計的序列 假如我今天要去山上的一個 那個庭園 有廟 那聽說那個庭園很漂亮 然後我今天要到那個地方去 你原本是走高速公路速度很快 然後 接近那個你要到那個地方從查大火出去的時候 你是不是走地方的道路 速度就變慢了 速度變慢了之後 我再 開始要上山 開始繞山路的時候 遠遠的就看到那個廟在山頂上 但是 轉一個彎它又不見了 再轉一個彎它又出來了 但是 剛剛的那個廟跟現在的廟現在變大了 因為距離變近了 然後你到那個廟門口把車子停下來的時候 那個廟已經 很高大 在你的 這個眼前 你把那個 車停下來 走下來 是不是速度變得更慢 是他們高速公路 地方道路到山路已經變慢了 你停下來變步行的又更慢 然後你 通常廟門 大概就是你要轉一個90度進去 然後那個廟不會直接對著廟門 不會對衝 你會轉一個角度 你會轉一個角度的時候 它就是它庭園的那個水池 所以 你跨過那個水池 然後只有一個 這個應該說石板橋 沒有欄杆 你速度是不是又更慢 你不更慢就不小心就掉下去 會像小朋友跑跑跑去 會掉下去 所以你速度更慢 速度更慢跨過那個橋 然後再轉個向 看到那個廟的正殿 然後你就看到裡面 遠遠的看到裡面的這個神像 等到你要上廟是不是要階梯 速度更慢 然後要跨越那個門檻 小時候這個 到處亂跑 你要是很快的跨過去 這個都會去撞到腳 所以你要很小心的 而且廟通來說那個不能夠踩那個門檻 你要跨過去 所以你跨過去就是速度變得很慢很慢 跨過去 而且你低頭 再抬頭 就已經不自覺的舉個弓 神像就在那個地方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在描述這個過程 這個就是那個畫面 一個畫面接著一個畫面接著一個畫面 所以 我們講說 就要去看一個警示上 它有一個 像 吃那個 吃菜一樣 就一道菜一道菜一道菜 會有一個序列 那這個序列很重要 所以像台北那個 那個 雙溪那個地方 就士林管理那邊有一個 突然叫 就是在雙溪公園 雙溪公園 它現在的正門是以前的後門 現在後門是以前正門 那整個序列是倒過來的 所以以前進去是讓一個山洞 讓你壓迫之後 然後走一個樓梯上去 從二樓的高度 豁然開朗 看到一個水池 而且是 縱向的看過去 你會覺得那個 哇這個公園好大 事實上就是一個這個水池 它現在是倒過來 是先看到水池 然後突然怎麼會有個山洞 那山洞完了 繞完出去 就是出口 所以 那整個序列就不一樣 所以停台樓閣 序列 然後韻律 這其實都是設計裡面 比較 常會去提到的 所以 大概一些 設計的經驗 讓大家分享 不過 還是強調那個重點 就是說 要做好的設計 自己就要有那個 那個感動 喜歡 就是喜歡這個 自然的景觀 好 我想我就分享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